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这个爆裂chan battle 爆裂三游战 已经开上来了 嗯 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到底他要带什么角色之类的嘛 那么这一次的话啦 就重新看一下复习一下啦 我们的敌人就是 Ozaru Baby 然后GT Hero 纯粹萨雅人跟恐怖的征服 是 这个特攻类别啦 然后特攻有效 的角色就是这一些 一堆的超市悟空 然后这一张素鼠的超市悟空 是我们的主攻打手啦 然后在这一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佬们 已经达到1450万这么个上下啦 可以通过他们的队伍啦 就知道 这一次我们该要选用什么 那个片层 就是一堆的超市悟空 一堆的Begita 这么个样子 最好就是大元达技术的那一张啦 在蛮多次的活动中 这张大元达都还蛮活跃的 在这个爆裂 爆裂 爆裂连石油专这边 Chan Battle OK 然后目前为止 我自己的这个打到的量啦 是1亿2200万啦 这个也算是我对 比较重要的就这样 可以破译 至于这个分数 排平趴数啦 能不能上到1趴 我是不这么在意啦 因为 要拿完龙石奖励 最主要就只是 我们能破1就OK 嗯 目前我的 打的方式是这么个样子啦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主打手 就是这个超市悟空 如果是踩行极限阵之后 当然是比较猛一些些啦 对比起我们最新的 全力超市悟空 他在这个方面 会有更多的提升啦 嗯 然后这些 角色就全部都是 这个特攻角色 全力超市悟空 这个是隶属的 二中年超市悟空 然后 这张 应该说后面的这三张 都是只有55%啦 说不上多好或多坏 嗯 如果这一张可以给他加成 变到 一路 然后后面再有一些 其他的 超市 素数的超市悟空 可以期待的话 会更好 这个顺位讲真的是 没有到特别理想 但是我的极细找到的好友 这边就很棒 前后都看的那个大元 然后前后都看的那个提鼠 还有那个 彩星的 素数的大元打 还有的就是这张 霸面的 霸面的 在这边的评价 其实还蛮高的 有的话看到的话可以把它选进来 就是有类似这样子啦 反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技术大元打要够多啦 我自己的这个 到目前为止就跟之前看到一样啦 没有到很好 极细这边 一 sorry 前面两 怎么一直点到的 两张提鼠的 技术的 素数的 这三张 再加上这个大开口 再加上霸面的话 如果有看到这六张的朋友 可能可以稍微选来用一用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个效益 可能就 没那么高啦 嗯 主攻手面上 刚才就有讲了嘛 最优的当然就是我们的 素数的超市悟空啦 可是其他的话 嗯 之前有介绍过啦 只不过大家不懂 记得没有 诶 Jottomate 全部 全部只能出现在这边 不要麻烦 孙悟空 西普 GT Hero 再加上 Pojaru Pojaru 这几张啦 超市悟空是第1选啦 第2选是这一个 第3选的话是 彩星的全力超市悟空 可是如果没有的 就不要用他来做打手啦 除非是 这两张 这两张都完全没有的朋友 可能才考虑那一张啦 嗯 然后剩下的 可能 素数的达猎师 极限jack之后的 也是可以考虑一下 诶 就是讲真的是 刚才 上面讲的那些 主攻手没有的话啦 才来考虑 诶不然不要 诶不然不要 不太好 纯粹赛了人诶 在这边 然后刚才讲的打猎师是这一张啦 极限jack觉醒之后 可以拿来做一下主攻 不过目前我这边刷到的啦 有些很不错 这个这个还可以 不过大家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一定要进来啦 check一下到底他们的开路数是多少 有时候看起来很漂亮 然后没有星星嘛 少一个 结果你点进去你会发现到 是有些人是完全没点的 这样子他的三维数值就不是去到最 会蛮影响 整体的发挥啦 嗯 这一点大家也是要稍微 注意一下下 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人上来了 然后超市方面 的话 应该会蛮多人有 的话 所以要上 不会到 这么的难 要上一不会那么难 可是要上一趴 难度 就会有了 目前我要上到前三趴的话 需要124 然后要上到一趴的话 大概要一亿三千万 后续大佬应该还会继续把分数往上推一点 所以 我个人预估 一亿 三千 四 或者一亿 三千 五万啦 会是比较保险在一趴的啦 有 对这方面比较有要求的朋友可能要稍微努力一些些啦 OK啦 就是这么个样子 因为之前已经有大底跟大家介绍过了 所以这次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上一的一些 确认之后的方面啦 OK 那么就祝大家可以顺利的 拿到一分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收看 加嘛 叹 拜拜